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每个人在遇见对的那个人时都会怦然心动 当爱情变成油盐酱醋茶 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坚持入爱的模样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个关于七年之痒的故事 我妻子的一切 韩国女孩真人去鸣鼓屋旅游巧遇地震 在地震中她遇到了同游日本的韩国男孩斗贤 真人害怕的钻进了桌子 而斗贤也钻进来对她说 遇见你这么美的女孩真幸运能请你吃饭吗 哦,就这样爱情的巨轮在两人之间建立 斗贤带着真人回到韩国 两人很快结婚 一黄眼七年过去了 真人既没有生孩子也没有工作 热恋过后的相处渐渐让斗贤疲 真人的唠叨和日常习惯都让她忍无可忍 很显然他们踏入了七年之痒的大关 可是斗贤又说不出口要离婚 她一直在暗暗地惹真贤生气 想让对方无法忍受自己然后提出离婚 但真贤也是个暴脾气 要么好好过日子 要么就是菜刀伺候 斗贤为了身家性命选择放弃 一次公司要派人出差 斗贤一听便积极争取机会 终于有机会远离家里的黄脸婆了 斗贤兴奋地大叫着庆祝自由了 结果没高兴两天 真人就跟着跑去了她出差的地方 万分绝望的斗贤偶然发现了隔壁邻居圣鸡 圣鸡是个情场圣手 专门勾引有夫之妇 没有女人能逃得过她的手掌 斗贤立马想了个主意 让圣鸡去勾引真人 但圣鸡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一心求死并不想接这单 在圣鸡的建议下 斗贤给真人安排了一个电台的工作 没想到真人凭借犀利的毒蛇 甚受观众喜爱 趁热打铁 斗贤安排了圣鸡和真人的偶遇 但是真人对圣鸡的初印象不太好 面对他建树的肌肉视而不见 这引起了圣鸡的征服欲 他开始认真展开对真人的追求行动 还问了斗贤关于真人的一切 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睡觉习惯是什么 甚至他的爸爸是什么颜色都要知道 还在真人面前装作一副 诗意大叔的模样 真人果然忍不住开始安慰他 两个人慢慢地频繁交流起来 圣鸡逮着机会就向真人 展示自己的男性魅力 起初真人还会觉得莫名其妙 渐渐地他也被圣鸡的艺术家气质吸引 本应该高兴的斗贤却开始担心起来 他还悄悄跑去跟踪约会的圣鸡和真人 真人的电台节目越做越大 还收到了首尔的节目邀请 节目一发大受赞赏 真人成为当红的毒蛇美女 斗贤觉得妻子渐情渐远 没了妻子的唠叨 他感觉到不安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根本放不下和真人的感情 他想让圣鸡停止任务 可这时的圣鸡真的爱上了真人 并真情地向真人告白 而真人也陷入了圣鸡的温柔乡中 斗贤为了挽回真人 找到那些被圣鸡骗过的女人 让他们揭发了圣鸡的身份 而电台正好派真人去采访圣鸡 得知真相的真人难过地回了家 斗贤以为他放不下圣鸡 于是告诉了真人自己 拜托圣鸡勾引他的事 真人心灰意冷 和斗贤提出离婚并辞去了工作 两人去办离婚时中途吃了个饭 在餐厅时重现了当年地震那一幕 真贤被吓得钻进了桌子 斗贤也钻进了桌子 笑着对他说 能遇见这么美的女孩 真是很幸运哦 我能请你吃饭吗 两人最终携手走过了青年之痒 电影告诉我们 人心是很难预料的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需要交流 不然就会对彼此产生误解 所以不要因为相处的够久 就自以为了解对方而不去沟通 也不要因为习惯了沉默 就不去讲述自己的意见 这样不仅会让人失去自我 还会让矛盾大爆发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表达自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